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荷兰贸易大臣施莱纳马赫17日表示 在对国家安全进行全面评估后 荷兰政府决定今年夏天之前 将一些最新型号的生死外光机 列入对华的出口管制名单中 来回应美国对华芯片管制要求 此前荷兰已经禁止最先领先的 集子外光机对华出口 施莱纳马赫还披露 预计日本很快也将颁布 与荷兰类似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施莱纳马赫本月8日致函国会 概述了扩大出口管制的新措施 信中说 基于国家和国家安全理由 荷兰认为有必要尽快控制 这项技术对外出口 按市场价值计算 埃斯莫尔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 此前荷兰已经限制 对华出口最先进的 集子外线光刻设备 这些设备对生产世界上 最先进的芯片至关重要 当前全球能够制造 集子外线光刻机的企业 只有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 埃斯莫尔一家 埃斯莫尔因此成为 美中芯片大战的焦点 施莱纳马赫表示 尽管深子外光机不如 集子外光机先进 但该设备及其生产的芯片 仍可用于军事目的 他强调 荷兰相关措施并非特别针对中共 只是当涉及国家安全 以及限制特定技术 落入坏人之手时 我们民主国家真的必须合作 施莱纳马赫还呼吁 当涉及到这些出口限制时 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国家 特别是民主国家加入进来 去年10月 拜登政府推出 对华全面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此后不时传出 美国正说服盟友 尤其是芯片大国荷兰和日本的加入 今年早些时候 传出美日和已经达成协议 联手围堵中共芯片产业 这次荷兰政府率先宣布配合美国 东京也正在考虑有关措施 据施莱纳马赫透露 预计日本也将实施 类似荷兰的出口管制措施 他表示 我对这方面的对话和讨论 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看看是否有我们没有想到的任何 遗漏或盲点 据日本共同社稍早前的2月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修改相关外汇法规 以便在今年春季开始限制 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制造设备 就在有消息传出 白宫正在审议禁止赴美中国航班 飞越俄罗斯领空命令的同时 据报道 三家中国航空公司宣布 已经撤回之前提交的 中美新航班申请计划 中美间机票价格也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 甚至翻倍 不少业内人士悲观地估计 今年10月底前 中美两国航线增加的机会不大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的消退 对于往来与美中的华人来说 今年是否增加直飞航班 机票价格能否稳定回落等 都是关注焦点 据官方消息 三家中国航空公司 包括夏航 东航 南航 已于日前撤回直飞航班增加申请计划 美联航也官宣 10月底前不会新增直飞中国的航班 据洛杉矶机票业者人士分析 三家中国航空公司突然撤回航班增加计划 将上外籍人士赴华的所有签证恢复 如今又快到了暑假旺季 市场需求因此非常旺盛 但航班供给却没有跟上 直接导致机票价格飞速上涨 中国10年旅游签证恢复后 此前价格较低的转机航线价位 平均上涨40%以上 比如洛杉矶飞香港转内地 以全线涨价 5月经济舱飙升至3200美元以上 而之前价格是在1700美元左右 短时间内几乎翻翻 同样直飞航班价格也在飙升 3月初洛杉矶直飞厦门的经济舱价格 最低1100美元左右 但5月份同样的航班舱位 已是2770美元起价 相比2、3月份 接下来几个月 美国非中国直航价格正在大幅上涨 5月份最便宜的航线 达美航空西雅图霍迪特律直飞上海 最低票价2100美元 南方航空洛杉矶直飞广州 最低2170美元 5月份最贵航线 国航洛杉矶飞北京 东航纽约飞上海 均价都在3050美元 其他航空公司5月直飞 平均价格是2750美元左右 此外 转机航班现在热门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韩国首尔 日本东京 新加坡 香港 台北 卡塔尔 多哈等 转机航班 5月份从美国到中国境内 经济舱价格最低1070美元 平均经济舱价格1420美元起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美国非台北转机至内地的航班优势比较大 华航 长荣 以及接下来要开航的台湾新宇航空都在优惠价格 在中美航线上产生很强的冲击 比如华航 安大略国际机场转机台北至上海 5月最低价格是700美元左右 经内卷躺平中国年轻人因为失业率高 工作难找 网络社群近来兴起 孔一己文学 他们自比作家鲁迅笔下穷酸潦倒 又放不下读书人身段的孔一己 通过自嘲吐槽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一时间孔一己文学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共鸣 中央社报道 中国网络社群近日兴起孔一己文学 年轻网友纷纷吐槽 都说学历是敲门砖 但我慢慢发现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 更是孔一己脱不下的长衫 如果我没有上大学 那我一定心安理得的去工厂打罗斯 可是没有如果 如果我没读过书 我可以找别的活作 可我偏偏读过书 孔一己是鲁迅1918年笔下的一个读书人 他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却考不上秀才 又不会营生 他不拖欠酒钱 却偷书度质 相隔于一世纪 这样一个可悲的知识分子 却深深击中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痛处 自嘲成了现代版的孔一己 有网友感叹 小时候读了鲁迅笔下的孔一己 只是觉得他的迂腐穷酸形象很好笑 成年后重读才发现 年少不懂孔一己 读书已是书中人 孔一己文学掀起热潮 背后反映出年轻人 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普遍不满 引发中共当局的警觉 发文试图带风向 官媒央视网和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先后发表评论 呼吁正视孔一己文学背后的焦虑 总而言之 官媒传递的意思就是 大学毕业生 不要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不要只盯着白领工作 大家可以去从事一些蓝领工作 比如快递小哥 清洁工 服务员等等 央视网发表评论后 16日当天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冠军 但多数网友怒轰这家官媒 根本搞不清楚 大家口中 脱不下长山的孔一己是什么 网友们回应道 孔一己批判的是封建社会制度 这官媒批判的是孔一己 不得不说牛啊 鲁迅看了央视这篇文章 怕是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吧 到底是谁吞噬了高校学子们的前途 说白了 就是政府 人需要人口红利 需要大量的底层劳动力 但过去牺牲的那一代人 支撑不起来这么多的劳动力 人需要他们的后代继续去充当人口红利 当时忽悠人家的时候 是牺牲你一代 幸福后三代 现在又开始忽悠了 看来要想让当代孔一己们上当听话 中共可要费脑筋了 中共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 今年1至2月份 全国城镇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 但16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8.1% 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网络发文 抱怨工作难找 薪资下降 高学历被迫低旧的实力 更是层出不穷 引发社会热议 美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 已经要求总统拜登次子亨特的商业伙伴 华克先生作证 因为财务文件显示 他2017年收到中国一家能源公司的300万美元后 陆续转账100多万美元 给拜登家族成员 据福斯新闻网报道 该委员会主席科默17日致函华克 告知华克已成为监督委员会调查行动的关键证人 该委员会要求华克现身接受记录完整的讯问 并与委员会幕僚接洽安排最迟在3月24日接受讯问 此节监督委员会通过查看过美国银行以往的记录 发现至少有三倍拜登家族成员 收到华克银行账户转出的大笔现金 根据美银记录 在时任副总统拜登卸任不到两个月后的2017年3月1日 中国国能香港有限公司电汇了300万美元给华克 华克的一个账户第二天转账106万5000美元 给阿布达比的欧洲能源与基础设施集团 这家公司与吉利尔有合作关系 吉利尔则是亨特在海外经商的合伙人 其余接获华克账户转账者包括拜登的掌席 海利·拜登 一个名为拜登的账户 拜登弟弟詹姆斯的一个账户已经属于亨特的账户 与此同时 亨特本人17日对散布他笔记本电脑内照片的维修师傅艾萨克提告 有分析指出 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政府改革及监督委员会 对亨特及家人的商业交易展开最新调查后 这个笔记本中的资料已成为了重要依据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by bwd6 experi 我 submitió